很多人可能会寻求各种食疗方法 希望通过日常饮食来改善或消除这一问题 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 目前科学研究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某种食物或饮品能够直接消除肺结节 肺结节的形成背后涉及多种原因 如炎症感染、良性肿瘤 甚至是肿瘤前期的病变 每一种原因背后都有其独特的生理和病理机制 而食物和饮品很难直接针对这些机制发挥作用 当然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摄入足够的营养素 对于维护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油炎症或感染引起的肺结节 多喝水和摄入一些具有消炎解毒作用的药物 比如喝中成药成分的可能有助于身体的恢复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食物或饮品能够直接消除肺结节 此外我们还需要警惕一些夸大气质的宣传 有些产品可能会声称自己能够消除肺结节 但这些声称往往缺乏科学之质 在面对这类宣传时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不要被不时之词所误导 终上所述 对于肺结节这一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科学的态度 不要过分依赖食疗方法 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 定期进行体检 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的健康问题 这才是维护身体健康的正确之道 这才是维护身体健康的正确之道